穿着米色外套的阿伯走出路口 步伐满山还东张西望 5号晚间9点左右 一名增性民众报案 失智的父亲下午3点离家 下落不明 警方调约20几只监视器 发现阿伯后来上了计程车 我们就很激紧的 就跟辖区的绝民所联络 看是不是有民众入导 或者是失智的老人的报案状况 那他就跟我们说 晚上12点的时候有一期 那我们就离奇去高雄医学院去查证 那证明就是这个真性老先生 抽丝剥茧终于悬现在医院 找到失踪的曾阿伯 还好治疗后安全返家 警方也提醒失智长辈失踪风险高 呼吁我们的一些有失智老人的家属 最好是可以在他们的医务上 修上家属的联络电话 那方便我们警方 如果有接获这类的报案 能够我们迅速的第一时间 然后找到家属 预防长辈走失 民众可以向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 发现疑似失智长辈 也要赶紧报警协讯 大爱新闻 潘玉珍 郑瑞平 高雄报道 小辈子 早始 家伯迪 小辈子 再快点